欢迎收看台湾新闻 10月10号除了是我们台湾的国庆之外呢 也是北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的日子 这个大节日当中 他们一定是要大肆的庆祝啦 不过这次我们看到 北朝鲜国营电视台很罕见的 播出了历年来 他们在进行核四报 一连串回顾的影片 展示说我们的核子武力有多么的强 不过也因此很多外国民都说了 每一回北朝鲜在这个大节日之后 都会来个导弹试射 搞得四周国家不得安宁 以用这个方式代表 大家不要忘了它在世界上有存在 请问这一次这个大节日之后 是不是一样玩这种老招呢 还是说其实会有不同的变化 还有金正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各位来宾 这些媒体员胡孝晨 文员好 大家好 国际实际专家赖又欣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艺术史写者邱建一 文员好 大家好 媒体观众者康仁俊 文员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请请航空网站的总编室校委 文员好 大家好 我们带你来看到北朝鲜 庆祝建党70周年 10号就是劳动党70周年党庆 北朝鲜国营电视台5号在特别节目中 对2006 09和13年的三次格式爆 还有火箭发射时进行大回复 而北朝鲜最先进的KN08导弹 也同台亮相 这款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 射程据称达8000公里 可打击美国本土 虽然还没进行过试射 但美方评估 北朝鲜已拥有将KN08导弹 与核弹头结合的能力 尽管韩媒猜测节目只是内部宣传 主要是为党庆依照气氛 但南韩当局却严正以待 并与美国密切监视起朝皇动向 越北朝鲜有可能在10号党庆前后 寄出射飞弹和网络攻击等挑衅举动 而且不排除第四次核事报的可能 其实说真的 金正恩每次放炮 我们都听听 然后都踹一踹 后来还更没做 很多次给我们摆pass 不过很多外国媒体说 这次不一样 因为这70周年 是一个非常大的日子 而且最近这一阵子 金正恩的脚步 还有这个动作很大 他们说10月10号以后 星期天嘛 对 可能就正要导弹试射 就是我们的双十节的同一天 跟我们同一天 同一天 他们的党庆 但因为是70周年 那我们都知道 逢时都是大事情嘛 70周年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 2012年 那2012年不是70周年 他们为什么要射射导弹呢 对 2012年他们试过一次 原来那是他的爷爷 100岁的名单 也刚好是他换他上来那个时候 对 换他上来的第一次 然后刚好他爷爷的 100岁的名单 这个时候呢 他也射射了 引起了宣战大波 现在70周年了嘛 70周年 他们党庆70周年 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 他就铺陈了 说他们准备要再发射人造卫星 已经喊话了 对 而且呢 他把他的发射台再加高50公尺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接着他说 我的核武小型化已经接近完成了 所以他打算要进行那个核武施暴说 他的宁边的核设施又重新恢复了 然后这个被证实 美国证实他的宁边的核设施有蒸汽排出来 所以被证实已经开始启动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在估那就是10月10号 因为他的电视台也多次暗示他在10月10号要试射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然后也要试爆核子武器 这个时候当然引起这个大家的紧张嘛 老师我请问你你相信吗 法新社最近是大幅度的报道 分析评论认为可能性很高 但是我的评论是认为可能性已经很低了 太好了 我们想听不一样的意见 对 所以我们的股市们股友们股民们 这两天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朝鲜试射 然后造成股销的严重的伤害 因为不会射 因为不会射 我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前天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的常委 排名大概在第五第六的刘云三 刘云三他本身已经接受朝鲜的邀请 然后要去出席他们的党庆 他代表习近平去参加 对 他用特使的身份 那么代表习近平去出席他们的党庆 如果在那一天 我们这个金小胖金正恩 就在那一天再试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或是试爆核子武器的话 那摆明了就是给你中国打脸嘛 也对 那这种打脸的话打得这么的重 那这个情况请问一下 那中朝的关系就非常的恶化了 所以我估计金正恩胆子再怎么大 然后他再怎么年少清狂 他也不会狂到这种地步 那他可以10月10号他回去了啊 过两天他最后又不爽 他说射吧 有不可能 这个我们就不能排除了 但是不会马上就射 因为基本上来讲 我们还有情报显示 情报显示 我们刚刚这是政治推论 那另外一个就是 军事科学上的推论 我们都知道朝鲜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办法发展出 这种打8000公里以上的 固态的原料 所以他都是液态的原料 液态的原料 你必须要把你的导弹 你的火箭 把它拉到你的发射场 然后把它竖起来 竖完了以后开始填充燃料 填充燃料以后让它稳定一段时间 然后都测试完成了以后 你才能够开始进行发射 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 他有把这个载具 拉到他所预定的几个发射架 没有准备动作出现 对 没有准备动作出现 所以目前所有的美国的 韩国的监测系统 包括中国大陆的监测系统 都在它有可能发射的地方 都在做监看 例如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卫星是旋转的 它没有办法24小时盯的 可是它只要转到一个位置 它就看 就一直看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迹象 说它已经把这个井竖起来了 已经把这个载体已经竖起来了 然后它开始进行燃料的填充 也没有看到它的发射基地附近的人员 或是温度有升高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想利用晚上偷偷的 开始去进行部署 那我会卡车开始要尽量 要进来的话 那那个地方的温度会升高 有的时候我们的人造卫星的 这种温度探测器 红外线的探测器会扫描得到 这样的情形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所以从科学上的军事的判断 以及从政治的判断来说的话 很有可能10月10号 他们应该不会进行 如此挑衅性的动作 那照您这样说等于政治两边都好了 可是不值得传出说 北朝鲜跟中国现在关系越来越差 渐行渐远吗 那这次代表他们又 又开始要互相相亲相爱的是这样吗 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就在看有没有在做修补 我们目前在观察 例如说九三的时候 朝鲜他也派了崔龙海去了北京 当然很多人就说 好像习近平没有跟崔龙海有单独会谈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跟资料显现 因此大家都在估计说 那刘银山如果代表习近平特使 去朝鲜的时候 会不会跟金正恩有这个会谈 一般来讲我们估计会谈的几率很高 大国对小国来讲 大国的特使他的地位会比较高 小国对大国来讲 小国的特使 除非他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状态 不然的话 小国的特使不见得都能够获得大国的元首的一个接待 礼貌上的接待会有 但是会谈可能不见得会有 以前张成哲他的地位跟影响力 是都会获得接见的 但崔龙海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位跟影响力 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见得会获得接见 但是刘银山是七个常委之一的话 如果金正恩没有跟他会面的话 那表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修补 还是没有到位 因此大家都在观察什么呢 观察刘银山的行程中 有没有跟金正恩的这种单独的会面的 这样的一个安排出现 目前大家还在观察 因为他们的整个行程资料 还没有完全公布 等到完全公布以后 我们会比照朝鲜的公布的资料 跟比照中国大陆公布的资料 来来做对比 然后看有没有哪一些出现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有矛盾的或是不合理的 但是或者是说出现 他的安排中有这样的安排 我们就知道他们在进行另外一种修补了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他为了这个70周年的党庆 说特别给我赶工 赶这个超级邮轮 五星级六星级的邮轮 彩虹号一定要给我出来 其实也充现展现出 他这浩大喜功的想法 那个金正恩大将军会不会射火箭 我不知道 但是在10月时候那一天的话 如果有50项工程 没有来得及在朝鲜的劳动党 70周年党庆完成的话 有人会倒大煤 50项工程 是的 这个算其中一个 这50项工程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我想可能面临什么劳改 犬决 炮决 做了机枪决 什么决武影响人都会来 大概有哪50项 孝敬哥 其中有一项 他们最英伟傲的是什么 是叫白头山 有个叫做英雄青年 这样子的一个三号发电厂 他一定要赶着完工 问题在于他之前已经盖了13年 你想13年都没盖好 效率增高 要在今年的10月10号的时候 要能够完全完工而且起用 发电厂 发电厂 这个就已经很可怕了 对不对 还有另外什么 平常周边有个科学之导 这个科学之导也要在那个时候 10月10号正式的起用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你刚才有提到一个 这所谓的豪华游轮 彩虹号 先讲这个所谓的 这个彩虹号之前的时候 要先讲 2011年其实也有另外一个 这个是第二艘的 所谓的豪华游轮 就是自己盖的 第一个的话 为什么特别要讲 因为这是北韩朝鲜 第一艘的 这个所谓的豪华游轮 万锦峰号 我们看一下这个船 有没有 北侠侠有没有 到这个样子 有很大台吗 这个还好 但是重点在于有没有 它本来是什么 你知道 它本来是平昂 就是那个北韩 到日本的一个货轮 货轮改变成游轮 你不能这样讲 我跟你讲 那设备会好吗 人家可以摆练成金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来讲呢 之前的时候 它原来是货轮 结果后来说 因为2006年 它那时候做核四报 核四报之后 就日本有没有 就说 它应该被禁运了 所以这艘船就不能够 再开到日本去 那北韩正想 这个船不能开的话 那怎么办 就刚才把它变成一个 豪华的优人 这一次 这盛况空前 为什么 因为招待各国的媒体 尤其是中国的媒体 中国大陆的媒体 因为它是跟中国旅行社 一起合办的 这个媒体有没有 然后去参观 就参观之后 所有人当下有没有 扔咖 为什么扔咖呢 第一个 主要是船上这个餐厅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呢 各位看到有没有 有没有有椅子对不对 没有这个椅子看起来 有点滑 这样子人家讲好不好 人家已经是最高档的了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于 你去餐厅吃的是大锅饭 这个画面有点看不太清楚 下面这个 这是大锅饭 对没有 很像大锅饭 水平没有提升 那个搞不好 已经是高档享受了 另外的话 想说到那边去的话 因为这个整个船程 它是金刚山的 这样一个船程 21个小时 你总要睡觉 你总不能叫大家 坐在这个椅子上面 睡觉那是睡觉的话 也没有 我告诉你 一般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乘客的话 也没有 花九千块台币 你可以睡这个样 我懂了 你说花九千块 竟然睡大通铺 大通铺嘛 对不对 但如果你要像赖老师 这样子开宾室 这样子等级的人的话 也没有 你要住这个 所谓总统套房 我跟他讲 或者是大将军套房的话 九千块委屈他了 委屈他了 我跟他讲 有这个房子 那个房间很少 他是用木板做的上下铺 那也是一样大通铺啊 至少不用这样挤嘛 好歹人家有上下铺嘛 是彩虹号 这一台就好很多 果然就完全不太一样 看一下看一下 你完全说对了 我跟你讲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彩虹号的状态 有没有发觉 果然有没有 很lamboy colorful 这样子 现在看到有没有一大堆 这个灯光的效果 在这边这样子 而且呢 今天大家一起来 为了这个东西 视察它的内装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后面 这个背景的状态 有 这个有到位了 有没有发觉 有像五星级饭店 lobby的感觉 有那个感觉的 对不对 而且你要看到 这个雕花的 这个 那个水晶灯跑出来了 对对 旁边这个雕花的电梯 这个升降电梯 跟那个之前 外景方法差很多 对不对 好 另外在看什么东西呢 我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它的 为什么要特别 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它可以做一个 玻璃帷幕的状态 也就是说 这个烧船 它航行的时候 到夜晚 你想想看 有很多人 有没有 尤其情侣之间 有没有 他们在看着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玻璃帷幕 可以去看着 看着星星过去 互相许愿 多优啊 再加上 它的整个的灯光效果 它其实有没有 它已经比较符合 接近了 我们现在目前 所看到的 所谓的豪华游轮的 这样规格 但还不能够 完全跟现在目前 我们在竞争场 看到的那些什么 立新啊 什么那些有没有 来比 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来说的话 它已经算是很进步了 先生哥 感觉像你很想去 这个感觉 我基本上来讲 我是认为 如果它便宜一点的话 我会去 试试看看 因为我没有去过北韩 那目前为止 也没有媒体记者 上去采访过 对不对 采访过还没有 它目前开放的是 给他们自己的媒体 这样子来做一个这样 那一定颇好的出来啊 你不能这样子来讲啊 你这样讲的话 你怎么能去朝鲜呢 你去朝鲜的话 有没有 有可能会被 犬决 炮决 机关决 什么决 可能都来 我一开始提出 这件事就被封杀了 是 不过讲到北朝鲜 我们一定要来看到 脱北者的部分 其实虽然 北朝鲜 好大喜功 但是脱北者 有很多 他们生活的心酸 这次我们来看到 这个脱北者 特别出书 告诉全世界的人 他们怎么样受到虐待 对这个 脱北者 叫做浦颜美 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其实真的 真的长得蛮漂亮的 那其实他在这一次呢 他是在美国 那出了一本书 叫做 为了而活下去 那这里面呢 就揭露了他当年 是怎么样 从这个北韩 逃到中国大陆 再从中国大陆 转到南韩的过程 画面上面 就是他这个新书里面 自己po上的这个照片 那比较小 各个比较小的 那个其实就是 这个浦颜美 然后呢 那旁边那个 比较大的那个 是他的姐姐 叫做恩美 两个人差三岁 那浦颜美呢 画面上面就是这一位 就他 对对对 这么年轻可爱 对那他那个 写的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讲说 他当年13岁的时候 那事实上呢 他跟他的这个 爸爸妈妈 其实还有姐姐 本来都是住在 北韩这个地方 那我们从他那个书里面 大概有看到 就是说他的父亲 大概应该是在 这个北韩的边境 可能跟中国 有做一些生意 个人贸易 我讲个人贸易 是好听一点 可能有一些 这个黑市交易的 这些所谓的状况 那当时呢 他在书里面提到 就是说他的父亲 因为这个黑市交易 然后被这个 北韩当局给抓 那抓了之后 他们就很害怕 讲说那这些人 是不是这个北韩的 这些人是不是 会来抓他们这个 母女啊 所以呢当时 他们就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这个人蛇集团 那其实你知道 像我们一般认为说 那你脱北者要跑的话 其实应该是 直接跑到南韩去嘛 过38度线 比较快啊 对但问题是 北韩也不是只有38度线 那个地方嘛 那你沿路这样走 那你集权国家 基本上你去哪里 旅行证 通行证 通通都要看 38度线 阿兵哥 驻守也没办法 对而且那个一定是 重兵驻守的地方 所以很多 其实他会辗转走 而且不是每个脱北者 他都一定要跑到南韩去嘛 有些其实会往 其他的国家跑 所以他们当时就找了 这个中国的人蛇集团 来帮他们 那那个时候 他在书里面写到 就是说 最很惊险的一段 是他们必须要过这个压绿江 那冬天要过压绿江的时候 你可能 你如果不小心跌到江 你偷偷摸摸 也不可能光明正大 坐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游轮是吧 还是渡轮这样子 被人死了 也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是 月黑风高的夜晚 然后偷偷摸摸走 那你里面也可能 也不知道挤多少人 也搞不清楚 所以跌到江里面 很有可能会冻死 那第二个是 如果被士兵找到的话呢 也有可能是 被直接开枪射杀嘛 所以他好不容易过了 这个压绿江之后 本来应该人蛇集团 应该安排 就是说 那你们接下来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应该是住宿什么 都帮你安排好 结果没有想到 他的恐怖的人生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文耀寅 一直在画面说 哇 长得真的是很可爱的人 人蛇集团也不是笨蛋 一看他说 你长得这么可爱 那我对你就是 想要意图染指他 要信信他 那结果呢 这个他的妈妈 那这个浦燕美 他讲说他的妈妈 当时为了要保护他 那就跟人蛇集团的 这个手脑讲说 你不要欺负我女儿 如果你要怎么样 你欺负我好了 那所以他就说 他亲眼看着他的妈妈 为了保护他 然后被这个人蛇集团的 这个手脑 被他欺负这样子 而且其实欺负王还不够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就说 那我想要取得一个 中国的身份证 最少我可以 就是有一点保护 因为你就算你 偷渡到中国大陆去 你不是这个在北韩里面 你还是有可能会被公安抓嘛 那结果呢 这个人蛇集团就讲说 好啊 那没关系啊 你如果要拿身份证可以啊 我把你卖掉 去做人家假新娘好 就他妈妈因此而这样被卖掉 你知道 妈妈代替他被卖掉了 对 妈妈就这样被卖掉 那浦燕美也没有 也没有比较好过 你知道吗 因为浦燕美 他就 因为人蛇集团就控制他嘛 那这个人蛇集团 这个手脑就讲说 你妈妈现在被卖掉 你也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不然这样好了啦 你来当我小老婆 那你在这边 我就可以这个照顾你 他走不了啊 对 他不愿意 可是他不愿意 你知道吗 书里面写到 就是说当时人蛇 那个手脑这样子逼迫他 甚至拿一把刀子 就抵在自己的这个脖子 讲说 你如果要对我 要欺负我的话 我就 我就 伤害自己给你看这样子 那结果后来 这个人蛇集团就跟他讲说 好 我跟你讲 你现在不要拿字来威胁我 你想不想跟你妈妈团圆啊 你想跟你妈妈团圆的话 你如果跟我在一起 那我就把你妈妈赎回来 那结果后来 这个不愿意讲说 他自己想一想 就觉得说 妈妈 希望妈妈回到身边 所以后来呢 就当这个舌头的这个小老婆 那 好 你也不能讲说 这个舌头有情有义啦 因为他真的是 把他的这个妈妈给赎回来 那母女两个就团圆嘛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他跟他的这个妈妈 还有他的姐姐 叫做恩美 不是都一起逃到了 这个中国大陆吗 可是因为在逃的过程当中 其实双方是有离开了 所以他的姐姐后来找到说 已经先到了南韩那边去 那这个蒲颜美呢 我们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一位蒲颜美呢 他人蛇集团的这个舌头 把他妈妈数回来之后 人蛇集团控制了他两年 两年之后 他跟他的母亲就一直又逃走 你知道脱离那个手脑的那个控制 逃到了蒙古之后呢 辗转再转到南韩的地方 跟他的母亲 终于成功 跟他的母亲 然后他的姐姐呢 三个人终于在这个南韩 这个地方团圆 那后来蒲颜美 他其实后来转转 再转转到了美国去 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新书 就是在美国所发表 那他也到很多的这个媒体 或者发表会上面 去分享自己的当时 在逃难的这样一个 你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 他在对很多人演说 然后讲说他当年 那样的一个恐怖的遭遇 也让人家知道 就是说整个的北韩的状况 还有整个这个人蛇集团 在偷渡的这些过程当中 他们所受到的心酸血液 稍后来带您一起来拼 台湾的经济 TPP成型了 那么TPP这几个 十几个国家当中 我们台湾对他们的贸易总额 多达台湾一整年35% 当然我们是不是 应该要加入TPP 这是没有一定的规则 不过我们要问 我们如果要加入 真的容易吗 还有如果我们不加入 真的对台湾比较好吗 利益得失在哪里 从最北边的加拿大 美国墨西哥 到牛澳 新马 问来越南 甚至日本 环绕太平洋的12个国家 终于达成史上最大自贸区协议 不论是餐桌上的一块青丝 还是菜篮里的一把青菜 所有农贸商品 金融电信 政府采购 甚至是药物器材等等 将全部包括在内 不过随着关税壁垒的消失 受保护的产业将失去屏障 专家分析 汽车产业 制药业以及农产品等 将会受到最大冲击 像是日本就被迫 对美国农产品打开大门 虽然没有关税全面 但日本依然对美国达服让步 以换取汽车零件等产业的免税优惠 而这占了世界生产总值36%的超大自贸区 要抗衡的就是另一个大型经济体 TPP不只将改写世界经济规则 更将提升美国在亚太的震惊优势 替美国与中国的超级对抗赛 增添了一大重要砝码 原来这是一个中美的经济脚离 蓝老师强请问 意思就是说这个TPP出现之后 它其实也是对着中国而来 不要让中国在贸易 或在经济的部分发展这么的快速 的确是这样子 这是美国的一个大战略 这个大战略是在2009年的时候 就拟定的大战略 因为欧巴马是2008年年底上台的 2009年的时候 他就推出一个大战略 就是重返亚太战略 他要重新领导亚洲 但是你要怎么重新领导亚洲呢 他要用设立了两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 就是军事方面的支柱 这个军事方面的支柱 他就要加强美日韩的三角同盟关系 有之前韩雷根号还特别进港 有没有 对 类似这种 把小时候还换回去 对 但是现在韩国跟日本 在吵架的时候 对美国来讲就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一定要促成他们美日韩 原因很简单 你会发现美国的策略 都是透过这些领土主权的矛盾 例如说有着钓鱼岛的矛盾 挑拨了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还有在南海这个地方 就岛屿主权的问题 加强了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矛盾 越南跟中国的矛盾 马来西亚跟中国的矛盾 还有印度边界的领土的矛盾 好 目的在哪里 加强建立一个 它的所谓的军事同盟关系 这是一个支柱 另外一个支柱 泛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区 泛太平洋 太平洋在这里 亚洲 中国 我们在这边 日本都在这边 这是美国 所以它是从这两边的国家里面 它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 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可是美国知道 再过五年以后 中国大陆会超过它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它现在还是第一大 它如果联合日本第二大经济体 再加上北美自由贸易区 也就是加拿大 墨西哥 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 本来就成熟的 所以三个成熟的自由贸易区 三个加起来了 再把亚洲的日本加进来 哇 你看 亚洲是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 这样加起来的时候 再往南走一点 到了越南 文赖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然后再往美洲的底下走 就是秘乌 智利 这样子一拉起来 十二个国家 包括了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大概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说我们彼此之间 定定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这个新的游戏规则 就是门槛高一点 然后标准更高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国家 我们这十二个国家 来进行这种 几乎贸易关税要几乎降到零的 这样的一种贸易关税 当然还有涉及到专利的 也年限的问题 好 这个东西 这东西因为牵涉到 有些国家像日本的农业 可能因为如果你对美国 整个开放以后 那美国的农产品 美国的牛 美国的猪 还有美国的玉米 稻米 如果进来日本的话 日本会不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那如果我们加入的话 我们农业不是也会发生 像日本的状况吗 是的 我们要加入吗 所以现在的情况 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 日本他们最后 安倍晋三也下了决心了 因为本来在谈判中就卡住 一个是农业开放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汽车淋料件 我们也有汽车淋料件的问题 我们也有 都有这个问题 好 那就有这两大问题 但是当时另外一个国家卡住的是 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他们有关于生计产品 乳酪的这些落农产品 例如说澳大利亚 这方面很强嘛 他们想输进加拿大 加拿大希望保护自己的落农产业 好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 彼此之间争议不下 那美国希望把生计产业的时间再延长 但是澳大利亚跟加拿大就反对 生计业我们台湾也有 也有 都有 也不错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从这样的我们所讲出来的东西里面 你们就知道 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的关系 不断地磋商 磋商 磋商 然后谈判 五年 五年谈不出来 然后现在谈出来了 那我们要不要加入 想要加入的话 你就例如说你对农业的保护政策 你就要取消 例如说我们很多的农业的这种 保护上的措施 那会有冲击到 我们大概有二十几个法规 你就全部要修掉 那这样的情形 对我们的农民本身来讲 那农民在我们台湾的经济体 例如说从业人口 例如说百分之六点多 那经济的话百分之三点多 在我们GDP 那例如说台湾的工业 生产制造业 占台湾的GDP 大概百分之三十七左右 我们绝大部分现在是服务业 占台湾的经济体比较大 那生产制造业占台湾的三十几 那这个生产制造业 你要推动多少出来 会占我们的GDP多少 那这个都要去计算 那如果我们决定加入 中国有没有可能 变成是我们的主力之一 它就是不让我们进去 这样的情形下 基本上TPP 中国大陆因为不是里面的成员国 所以它本身要阻挠 或是它的那个力道会比较低 那所以台湾会透过日本 透过美国的相关友好的国会议员等等 来帮我们在这个地方 promote上去 可是我觉得台湾自己本身 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衡量 不是一头热的 说我要加入那个 会加入那个 我们先跟各位强调一下 台湾这个社会 你一定要开放了 你不能够再走保护了 也就是说 因为你要别人开放 你自己也要开放 所以我们现在要站在一个 在开放中竞争 你能够在竞争中 活下来的才是低等的 那也就是说 台湾现在都要面对的是一个 完全开放的社会中 我们要在这里面 保持我们的强大的竞争力 我们台湾是有这个优势的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聪明 足够的勤劳 足够的节省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还有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我在学校教书 我也看到 我们的年轻人 还是一样的聪明 而且还是一样的认真 其实有人很多人批评 可是我自己 在教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潜力很大 但是前提是 一定要一个开放的社会 让我们的孩子 承受很多的竞争 而且他要习惯竞争 因为连英国人都说 要向中国学习 为什么英国 而且这是英国很大报 他们在写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 英国人要再重新强大起来 他们就必须要竞争 他们说要像中国一样的 努力的工作 要拼命 要学习 要读书 要工作 但同样道理 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在安于享受 享乐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高度竞争的时代 所以我相信以台湾现在的情况 我们还有潜力 我们还有能力 我们还有优势 前提在这里 我们的心胸要打开 说我们愿意开放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竞争的国度 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可以再度的站起来 不过讲用美国的5G来看到 这个F-35战机 听说出现瑕疵 严重的话 会导致驾驶人员致死 而这个真实的场面 就出现在捍卫战事当中 神行 side levels こ 观众 观众 育 你不能复制了解释的 小狗,你必须要出口 你不能复制了解释的 解释 解释 解释,解释,解释 解释 我好久不见捍卫战士的电影情节 博校伟哥听说这次F35的美国战机 真的可能发生这种类似的状况 好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捍卫战士 这个二十多年前这个电影的桥段 那大家对那一段其实印象可以非常深刻 但是我在这边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真正的弹射状况 其实不会发生像捍卫战士那个东西 毕竟那是电影嘛 对不对 你看他飞机水平螺旋以后这样掉下来 然后一直跳伞 跳伞 最后好不容易两个人 因为那种水平螺旋的时候手是会被乱甩的 好不容易把手伸上去抓住了这个弹射椅的上面 这个弹射的拉环往下一拉 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弹射启动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程序的 比如说第一个动作 它会将那个座舱罩相弹飞 其实座舱罩一弹飞之后马上就飞走了 你后面的人跟那个弹射椅 它其实会有一个弹射的间隔 的确也是后座的先上去 然后再前座 但是今天F-35战机的问题 跟这个情况不一样 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弹射的时候 你猛然突然到你屁股底下 你做战斗机的时候 你屁股底下其实是一个弹射椅 弹射椅怎么把你弹出来 你看注意到 它其实底下是一个炸药包 炸药之后引燃一个火箭 然后把你推上去 所以你刚刚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其实推上去的时候 整个弹射椅是会往前弹射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知道F-35战机 它飞机有一个特色 它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它会配备一个非常先进的 整合式头盔瞄准系统 这个整合瞄准系统 我们之前有跟观众朋友讲过 它还具有所谓的烧穿功能 相比起烧穿 就是你今天坐飞机 底下不是铁吗 对不对 还可以透视 你看可以看到底下 因为它底下有个摄影机 直接可以跟这个联动投影在上面 所以它的这个飞行头盔 非常贵 40万美金一顶 但是它也比较重 比一般的 像我们刚刚在捍卫战士 看到那个飞行头盔要重 为什么 因为它前面还包含一个 一整套的这个头盔瞄准系统 那我们刚刚从弹射椅 弹射慢动作 各位观众有没有发现 弹射椅上去的时候 不是这样直直的 咻这样上去 它像抛物线 对它出去的时候 其实会有点像前的一个 这个抛物线的动作 因为毕竟你要在弹射出去的时候 要尽量离那个飞机越远越好 好 这个时候你如果人特别的轻 没错 你头很轻啊 这个你弹射的时候 可能不会承受比较大的这个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弹射的时候 大概是二十几个机 甚至接近到三十个机 一个瞬间的力量 就在这个弹射的过程中 你看如果你的头的那个方向 就是你头的方向 随着你的那个椅子 那个向量改变 这个时候如果你人比较瘦 所以你相对的 你颈部也比较脆弱 那但是你戴了一个很重的头盔 甩这么两下 而且因为你弹射 人弹射出去的时候 人其实是基本上来讲 你可能有意识 但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动弹 你是在一个就是完全 完全这种 那也是有点像是 狮神或恍神的情况下 被弹射出去 因为你那时候弹出去的时候 瞬间血全部往下掉 你甚至你可能知道 你在空中转了几圈 但是你那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打开来看 你也没有办法 完全去让你的手啊 或干嘛去缩紧 所以弹射的过程中 会有那个 包括你的这个安全带 还有甚至于脚束带等等 会把你整个人这样 紧紧地缩在椅子上 但问题是在这个时候 都转了两下 然后转的力量过大 因为我们知道 飞机弹射的时候 速度不见得太快 也不见得太慢 但是弹射出去的时候 如果你弹射的角度 或说弹射的过程中 因为这样的晃动 因为你的头盔太重 导致于呢 你的颈部 没有办法承受 这个肌力的重量 脖子被折断了 就断掉了 所以其实是因为 你体重太轻的关系 可能发生这个问题 对的确是 因为你看你人整个瘦嘛 你人整个瘦 相对你头也会比较小 那头部比较小 你的肩颈的那种肌肉 虽然说他们都要练重量 练重力什么 去把肌肉断练得很强硬 但是相对来讲 那个头盔重 那头盔重 在弹射过程中 这么一甩 脖子这样一甩 可能就断了 所以你看 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美国就限制了 你体重不到这个标准的 对不起 你不能飞M35 在镜头我们转到奥尔卑斯山 来看到这个是 冰原底下的木乃伊 哇这个木乃伊特别了 听说是5000年前的 而且听说 这是全世界上面当中 找到的人种当中的 唯一就这么一个 特殊的人种 而且还唯一的 对 这一位奥兹兵人的话 事实上是在1991年的时候 在现在的奥尔卑斯山 也就是说 在现在的这一个奥地利 以及意大利交界的 这个山峰上面 有一对这个德国籍的 这个登山客 他不小心就在这个 冰川这个梁发现了 那因为发现地点 就是奥兹 所以后来被命名 叫奥兹兵人 不过很有趣的是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对德国游客夫妇的话 他并没有想到说 是什么古代人的遗体 他想到可能是 某一位的登山者的 罹难者的遗体 所以当时的做法是 马上就通报了警察 所以警察后来 赶过来看以后 把他从这个冰里 哇塞一看 这下子不得了了 怎么说 因为经过警察 以后发现说 他绝对不是 现代的游客 登山游客 死在山上的 而是这个古代的一具 这个不知道人种的 一个木乃伊 不知道人种 在山上就发现了 对 那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跟各位解释一下 其实发现木乃伊 这个奥兹兵人 后来经过 这个探十字测定以后 证实了 距离现在五千年 可是五千年的年代 实际上不算很久 为什么 因为过去曾经发现过 更古老的木乃伊 像在撒哈拉沙漠里面 曾经发现 这个距离现在 大概七千年 到八千年左右的木乃伊 有发现 但是在沙漠里面 发现的木乃伊是干掉 整个是变成是一座干湿 这样子的 所以那一个沙漠发现的木乃伊 其实可供研究的东西不多 但是这一个情况不一样 各位看起来 有没有觉得 它有点juicy的感觉 它有点烤鸭的品 这个不是 有点juicy 烤鸭是硬的 juicy是软的 这个手去搓它的话 搓它的话 有一点点 因为在冰里面 对对对 有水嫩的质感出现 那另外的话 其实各位想 就是一块肉 放在冰浆里面 整整就冰了几千年的时间 那当然 有点脱水的样子 所以看起来 有点干干的感觉 那颜色的话 其实各位不要太惊讶 因为所有死人都这个颜色 你跟我都是这个颜色 大家都一样的 那其实呢 它发现以后 当初 发现以后 有个争议 这种争议呢 由于发现的地点 是在距离现在 现在这个奥地利 跟这个意大利交界 这个地上 山坡这个地方 那当年发现以后的话 这个当时 这个奥地利跟意大利 都在宣称说 我们他们拥有 这个奥地利的所有权 为什么呢 因为是在山上发现的 所以后来为了它 那个两国 还吵了一架 吵完一架的话 还动用了这个卫星定位 最后才确认说 它是在这个 意大利的境内发现的 所以现在的 这个奥斯兵人 是属于意大利 这个国家 它所拥有 那后来 这个它后来就被 移进了这个实验室里面 去做各式样的检查了 您刚才讲了 它是唯一的 唯一的个体 为什么这么讲 知道吗 因为有关于 这位奥斯兵人 最惊人的发现 就在于说 对它进行的 这一个所谓的这个DNA 以及这一个 DNA的排序之后 后来以及进行 这个血液的研究以后 发现这一位奥斯兵人 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是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各位听好了 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个体 什么意思呢 它的人种 跟我们现在已知的人种 完全的不一样 不会是黄种人 不会是白种人 不会是黑人 不是黄种人 不是黑人 那什么人 它就是一个人 彩虹人 就是一个人 它完全没有可攻体的对象 它是目前为止 One of the kind 意思是说唯一的个体 就要是所有的动物 像大熊猫面诀 只剩一只 这种情况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一只 这个一个人 它还是在5000年前 它被冰冻在山上 跟各位讲 它被发现的时候 更好玩的是 一开始 很多人讲说 它应该是 在这个山上 因为太冷了 后来 就在山上被冻毙 这样子的 可是后来 在实验室里面 把它解冻以后 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在它的肩膀上面 咱俩知道吗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找到了一个箭头 那这个箭头的话 就卡在它的肩胛骨 下面的这个肉里面 当然你这个照片 是看不出来的 那在这个实验室 X光底下的话 看到一只箭头 卡在里面 而且它在周边这个地方 还有血液干了以后 凝固了痕迹 那最有趣的是 在这个实验室里 派出检查以后 发现说 这只箭头 为什么卡在里面 知道吗 它应该在五千多年前 在一个月黑风高 也让回到晚上 有人对它射了一箭 就能够这箭 碰 射中拿来肩膀 这个地方 它当场没有死掉 因为重箭的人 不会马上死掉 它能够 这一个重箭以后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人在山上走 然后在18个小时后 它重箭 失血整整18个小时 它能够 才因为失血过多 那当时的情况是 可能是因为 它失血过多 因为累了这样子的 一个人他这样走 走啊走啊走着 走到当地的 它旁边是块大石头 但是走到这个石头边的时候的话 它就坐下来 把原本带在身上一把斧头 放在旁边 把弓箭拿下来 放在旁边 坐在那个靠着石头 休息这样子的 就一休息 就整整休息了 五千三百多年 一直到现在 被这一个奥地利 被那个登山客发现为止 那其实这个检查 其实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是 其实这个 仔细的检查以后 发现说 它的胃胀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肉类 包含了 像是这个红鹿肉 这个原羊肉 甚至还包含了 一些麦夫在里面 这个麦夫的发现 给所有的科学家 非常非常的振奋 为什么呢 因为有麦夫 这个代表的情况 它会做面包 它会做面包 那即便不是面包的话 也是拿那个麦子 来做成那个粥 把它摸成粉以后 把它吃下去 好进步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有 已经有某一种的 大规模种植 或的农业技术 才会有这个面包 这个东西 而这个面包的发现 也倒回来证实 另外一件事情 它的口腔的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它被发现的时候 证实是男性 而且大概45岁左右 它的身高165公分 它的体重大约是50公斤 或者多一点点 因为它干掉了 所以看不太出来 但重点是 检查牙齿以后发现 32颗牙齿 没有一颗是完整的 全部蛀牙光光 怎么了 牙周病吗 牙周病严重 还有蛀牙这样子的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据推测 应该是 它为你那些脉腹的问题 什么原因知道吗 因为脉子 它是碳水化合物 然后古人可能 没有刷牙习惯 当人类开始 种脉子之后 下个问题是怎么知道吗 蛀牙跟着一起来 因为那个牙齿 没办法清洁的关系 所以它在45岁 可是牙齿全部坏光光 那最后呢 有关于这奥兹变人的研究 最后在研究说 到底它是谁 为什么它会一个人在山上 整整被冰了5000多年 那各种说法一大堆 早期的说法讲说 它是个猎人 因为带了弓箭 所以可能是猎人 可是后来一般的看法 认为说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身上 还带了一把斧头 这把斧头 事实上它的工具的话 事实上你看这个工具的部分 那一个前面 那个斧头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前方 这个地方的金属部分 它是用纯铜制造的 铜的成分的话 是高达99点多一点点 简单来讲 几乎是一块纯铜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武器 或者是一个斧头 给大家身上的人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 一般的猎人 所以很多说法讲说 他有可能是部落酋长之类的 在某一种的部落战争之中 他有人 对他射了一箭 他负伤逃走 一个人走啊走啊走啊走的 就是走到这个山上 想要躲起来 可是没想到 因为那个剑上的关系 导致了负伤过重 最后就一个人 孤零零死在山上 那注意到同胞在哪里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 为什么我刚刚讲了 因为这个人 到目前为止是one of the kind 意思是说是唯一的个体 所以有关于奥兹兵人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下去 1991年发现 今年是2015年 还在研究 不过呢 有关于这个奥兹兵人的故事的话 其实没有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 在科学研究 那以下我们来讲一些 比较不科学的部分 怎么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络上面也好了 或者是你在查奥兹兵人 这条时候 除了奥兹兵人的 这个本身的研究之外 有看到各种这样的说法出现 比如说呢 有关于奥兹兵人死亡诅咒 这个部分 意思就是把他找出来的人 因此被诅咒 对 跟他相关的一干人等人 诅咒诅就死了 就死了 就是跟他相关的一干人等人 到这儿的话 对了 这个因为某种因素的话 就死于非命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讲完他以后 你跟我都有机会这样子的 那就是被诅咒到这样子 不要 千万不要 那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 我们看第一项 这个叫汉恩这个人 谁人 他是1991年 发现奥兹兵人的时候的 第一个 第一个所的 这个研究或见识专家 专门在研究 这个奥兹兵人尸体的 他是当年的 这个1991年的 见识小组的组长 那当年 据说在 发现奥兹兵人的时候 也是他徒手 这个到雪地里面去 徒手把他挖出来的 那这个人的话 据说在一年后 据说在整整奥兹兵人 发现一年后 1992年那年 他在参加一场演讲的时候 这个演讲的主题 也是讲奥兹兵人 结果他在 开始 开开开开开的 开开开开的 结果他在路上 就跟对面的车 砰撞在一起 这个人 当场车祸蝉死 死在山上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受害者 那后来 这个他出事以后的话 过了不久 另外一个人 他是谁呢 说导游 对他是导游 可是事实上 这个人 叫做弗瑞斯这个人 他真实的身份 是怎么知道 告诉各位 他是当年带着这一群建制小组 进到山里面去 找到奥兹兵人位置的 那一个当地的登山向导 后来发现奥兹兵人以后 他就转行干导游 就是专门带游客 去看奥兹兵人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布瑞斯顿 后来带了游客 去看奥兹兵人 发现地点的时候 不小心在路上遇到雪崩 当然那个雪崩很有趣 那个雪真是怪这样子的 雪啪砸下来这样子的 结果大家都没事 只有一个人挂了 谁知道吗 就是这个向导 怎么那么刚好 他站的位置可能不太好 对不对 那所以后来就因为雪崩就死掉了 那第三个人是谁呢 第三个人是奥兹兵人 发现以后的话 当时因为电视要拍些纪录片之类的 所以还做一些什么专题节目 像我们这个挑战新闻一样 对不对 那主持人就是你这样子的 他因为组的这个节目 所以后来被发现得了脑癌 知道吧 都是刚好吧 都是刚好 应该都是刚好 还有第四跟第五 第四跟第五的更厉害了 这个Simon是谁呢 Simon是发现奥兹兵人的发现者 后来他要去重回这个现场 想去看一下那个挖掘现场的时候 在回去找奥兹兵人的发现地点的时候 这一个当初发现奥兹兵人的Simon先生 他在暴风雪山中迷路了 后来失足跌下山沟以后 当场又挂掉 所以这个就是Simon 这是第四个人 那第五个人是谁呢 第五个人是呢 这个Simon叠下山沟以后 这个死在山沟以后 那当时他们组个所佐队 然后去找这个失踪的Simon 所以这一个所佐队的队长 叫做瓦内克这个人 在参加完Simon的这个上礼之后 据说一时间 这个心脏病就发作 当场巴拉巴拉巴拉的 大家全部死光光这样子的 那后来据说还有一个受害者 谁知道吗 就是后来负责研究 奥兹兵人的那一位研究专家 他问他说 你这个事情都可能是巧合嘛 对不对 那记者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巧合 他还跟记者讲说 我猜你一定讲说 我是下一个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这个人在接受完访问以后的话 在过几个月被发现 也得了癌症 过了不久又挂掉了 我们绝对都不是下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清完以后 包括我们这个主持人 包括我在内 还有我们这个四位来宾 大家都有机会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跟他有过某一种接触到了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讲的事情是 其实在我律场看的话 这完全是巧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对不对 其实你看 这每件事情都是意外 跟诅咒本身 可能是扯不上边的 所以各位听众 也不要太害怕 因为这个都是巧合而已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都是的话 这个都对的话 那么考古学将会是 人类史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话 其实还好嘛 对不对 你还站着 我还站着 我们都还OK 巧合的 没有问题的 稍微带你来看到 来评评理哦 这真的是所谓的时尚吗 什么是时尚 什么是不时尚 待会这段影片 我都认为文难以理解 请问时尚大师 这是一个所谓的 前卫的一个服装设计师 叫Rick Walls 前两天的一个秀 问题就在于 这个秀感觉起来 有没有发觉 这样很奇怪 很多人看到之后 觉得说这是服装秀 还是特技表演呢 我觉得是特技表演 又或者是 有具有某种 所谓的性暗示呢 因为很奇怪 对 就是把人 一般我们看到的 一般的服装的 伸展台的服装 可是你看这个 没有性暗示 它两个都正面啊 不是有接触到重点部位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不晓得 到底这个时候 这个重点部位 就更明显了 是嘛 而且他们都女女 都是女生 通常一般看到 这种姿势的时候 通常我们赖教授 会比较嗨 因为跟他车号很像 后面那两个尾巴 还蛮像的 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大家开始有没有 开始在思考个问题 我个人的理解 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有没有 他所背负了 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衣服 其实有点不太 有些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时尚大师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两个人 是model走一起出来 这是他背面的衣服 是 那另外那是他 内面的衣服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意思就是说你就想象一个人穿这个衣服就对了 但是也不太一样的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服 有没有 你看他导过来的衣服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穿上去的衣服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就把它导正就好了 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在那个甲州地区的话 我相信这个整个的衣服不太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会找特技演员 就是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样子有没有 突然间有没有 前面那个翻过来之后 换成这个原本站的 变成背过来的这样子 或许有可能 而且你看这件衣服 他没有把它包住 所以这个背妈妈背小孩子的带子 有多么的坚固 你知道吗 他其实在告诉大家 大家要看所谓的时装的话 所谓的时尚 基本上用我们一般凡夫主子的 这个主子的这样子露眼 是没有办法能够 动亏掉他的本身的表达的衣服 是不是坚固这个肩带的这个坚固用 也或许是为了要能够 就是说告诉大家 其实人与人之间 有的一些背负的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压力行为 也可能有没有 你今天一个人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